大手牵小手 亲子时间 我们接下来呢 今天要和就是林新慧林教授 带给大家我们的大手牵小手 欢迎朋友们一块收听 新慧你好 美天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欢迎参加 我们又一个月过去 时间过得很快 刚才还在跟新慧讲呢 以前觉得时间过好慢 现在怎么搞的 一下子就过了 一下子时间飞快的跑 以前在带小小孩的时候 都觉得度日如年 特别是那个weekend的时候 我就觉得带那个小小孩 我就觉得那个爱心 大概在礼拜六晚上就被磨光了 礼拜天就想说 礼拜一赶快来把他送去daycare 这样 可是后来他们一路小学以后 我觉得那个时间就真的是飞快 嗯 一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说就跟美剑讲 说转眼之间小孩都长大了 我们都老了 美剑没有老了 我老了 美剑没有老了 我们都已经升格为长辈了 真的是 我们都升格为长辈了 好 我们今天呢 要和新慧来讨论的一个叫 新慧说 这个心理的任性 我想这是很重要 对 从不论是在任性 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在人生的生活当中 或旅途当中 不可能都是顺境 一定会有逆境 会有起伏 跌宕起伏的时候 很需要任性够强 才能够挺过去啊 要不然怎么办啊 所以要怎么样子呢 怎么培养呢 对 特别是因为 最近那些很大的那些 像Google啊 Amazon啊 还有Facebook Facebook现在叫Meta 现在改了一个名字 他们最近就一波一波的 那个裁员 那其实 你知道突然失业 对大家都是一个 很大的惊吓 是 那在这个这么困难 困难的过程里面 你就看到有的人 就觉得反正就发生了 就是要想办法找出路 可是有的人呢 面到这样的挫折时候 他可能就要花 很长的时间 去康复他的心理状态 或者是再去面对 求职的过程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 这么优秀的人 可是在面临 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 他的反应却会 很大的不一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回来讲 就是一个人的心理素质 特别是心理的韧性 不是说 我很韧性 我爱怎么做就怎么样 不是 是坚韧的任 心理的韧性 那心理的韧性呢 他的定义 就是说 在面对严禁生活 挑战的时候 可以找到出路 不畏贱难 然后重新出发 那这就是这个 这个韧性的特质 那如果说 一个人韧性强大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 就是他在生活里面 你知道我们一路走来 难免坎坎坎坷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 不太顺利 那怎么样能够发现 唯一 然后不会坐在那边 不知所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韧性 那他们发现说 一个人 如果他韧性比较强的时候 也有好处 就是他比较不会有一些心理的疾病 比如说忧郁啊 抑郁啊 遭遇这些 就是如果心理任性 比较不够的时候 也许他在面对这个 外界的一些挑战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们当父母 当然就希望说 还是一路平坦 但是没有一路平坦的 我常常在想说 现在很多父母 就因为是直升机父母 所以他很保护小孩 什么事情都帮小孩做决定 然后觉得小孩 听我的就没错了 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听父母的话 不见得是对的 因为你知道 我们成长的过程 跟现在他们成长过程 有很大的不一样 然后工作就业取向 也不太一样 所以以我们以往的经验 我觉得是很宝贵 没有错 可是我们不要去 以我们的经验 去强迫孩子 接受我们的观念 孩子如果有跟 跟我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 问他的想法 也许他看到的 跟我们不一样 他看到的没有比较不好 那父母亲不放心了 就说他怎么能做决定 你现在什么 四四样样都帮他做决定 哪一天我们老了 他步入中年 开始不顺遂 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 人家说少年得志大不幸 不是自超的志 是自体的志 真的是大不幸 因为你在小时候 没有一点磨难 一路顺遂到了 到了中年的时候 才面临到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 你怎么样期望 他能够安然度过 所以 我们以后再来讲 小时候怎么样去培养 但是我们来讲说 这有任性好的人 他有哪些特质 听众朋友想想看 你是不是也是一个 任性很坚强的人 第一个他就是有能力升任工作 听众朋友就会跟我讲说 谁没有能力升任工作 听众朋友也许你现在正在开车 你很聪明 你很有能力 升任工作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不是太困难 可是你知道我在职场 毕竟也待了那么多年了 我有看到有的人 是没有能力升任工作的 然后这种没有能力升任工作的人 就是进来站了一个缺 然后什么事情都我不会我不能 然后公司就把他的工作 派给别人做这样子 那就要看他的背景有多强 他如果背景是 是有关系进来的 可能上面可以保他 那如果没有背景进来的 可能第一个裁员就是他 所以要有能力升任工作 那怎么样有能力升任工作 那也不是说我一下突然就变得超人 就很有能力 升任工作这种东西 就是要培养 是 从很小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做一些工作 然后让他可以达成 就看他的能力 看他的年纪能力 达成了以后 他对自己会有自信心 有自信心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是有能力做事的 然后我可以把他做 比如说 在家里 可能你刚开始 你可以教他洗碗 打扫 或者是 那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就也舍不得孩子做家事 其实做家事还是有需要的 因为他长大以后 还是要出去照顾自己 我意思就是说 升任工作这种东西 不一定有很大的事情 就是从小 从一些小事情开始做起 那也许就 我以前小时候 如果需要去买菜 又带着小孩 然后我可能就 每个人给他一块钱的预算 听众朋友 现在一块钱买不到东西了 我那个是二十几年前 给他一块钱 那我的老二就小 比姐姐小三岁 那时候 哈维尔 有没有那个小小车 是一台99cent 那他是一块钱 就刚好 然后就是让他练习 要知道说 我就是你现在就是 这个预算就是一块钱 你就是要买一块钱之内的 后来再大一点呢 我就教他税务的概念 就是你虽然是一块钱 可是你扣税完以后 可能你买不到一块钱的 等值的东西 我那也要再更大了 小时候 大概四五岁的时候 我就不跟他 自己教他税务的问题 就给他买哈维尔 可是姐姐大他三岁 就懂得说 我如果想买一个 比较大的东西 我不能在一块一块钱 花出去 我得省下来 那个东西也许是十块钱 我得省十次 跟妈妈出去的时候 我可以省到十块钱 才可以买 所以你知道 这个练习预算 这个也是要升任的 很多人大家都说 我数学很好 没有问题 可是我没有办法 去balance我的check 只是他没有办法 控制他的账目里面的钱 那就是乱花 所以升任是要培养的 再来就是自信 自信我觉得 我们比较有需要努力 因为我们常常都 我们常常在节目讲 爱之身 则之切 我们常常都说 孩子要谦虚啊 然后我们就喜欢 跟他跟别人家的小孩比 这样子 越比 只是不会激励你的孩子 越比 只会把你的小孩子的自信心 打击越大 这个是天性 每一个父母 虽然我们这样子讲 常常也会跟朋友 在聊的时候 都会提醒 警惕 还会 还会搞不好 自己还会反省一下 惭愧一下 但是呢 这个是埋在骨子里的天性吧 对 我是觉得 我自己的做法了 当然对 我们对孩子的期望都很高 都希望孩子比我们优秀 可是他们最近做的 这个研究发现说 其实我们当初成长的环境 还是比孩子好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多变 然后你知道 有一些工作环境 也不那么友善 所以呢 其实小孩面对很大的困难 而且他们的 他们的earning power 就他们赚钱的这个power 可能也没有像我们当初那样子 所以 我们可以对孩子 有很高的期望 但是我们要能够 共体时间 然后 孩子的事情 你知道你要培养一个 有自信 有能力的孩子 不是把他比下去 而是把他比上来 怎么让他把他比上来呢 你不要把他跟别人比 你让他跟自己 跟自己比 就是 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说 妈妈希望你每天 在睡觉之前 问问自己 我今天有没有更好 我今天的我 有没有比昨天更好 那我也常常用这样子 去勉励自己啦 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 我每天都要一点点精进 一点点 哪怕是一点点都没有关系 滴水会穿石 那你知道 其实在培养孩子的能力过程里面 你让他看到自己的努力 他只要能够不断的努力 他就会走在别人的前面 不要说一开始要赢在起跑点上 你知道那种 那种 那种 虎妈狼爸那种 其实 你知道到后来 有的结局都很悲惨 因为你过度的 push孩子 你知道有的时候 到孩子长大会反抗的 他那种反抗的力量 可能 有的时候状况 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是 我常常讲 支持 然后能够有同理心的父母 所以你要是开发他的特质 然后帮助他成长 让他有自信 孩子不要跟人家比 跟人家比真的 我看到很多很优秀的第二代 真的在世上真的很优秀 可是因为从小被父母亲这样比 都没有什么自信 那你知道 你要在美国社会跟人家混 你没有自信你就吃亏 那老美都是 不太有什么能力 最巴掌的 听话乱嘴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可是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要谦虚 谦虚没有错 可是你过度谦虚的时候 人家认为你没有能力 就可能就有好工作的时候 可能就也不会想到你 所以我们要鼓励 孩子要有自信 适当的表达自己 有能力不是坏事 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那再来呢 他有一个特质就是 他要能够跟别人联系 这个值得商量 怎么跟联系 这个有一点模糊 你说什么叫跟人家联系 我们讲一个反的 就是孤独者 有没有 有那种叫loner 就是说他不太跟人家有联系 那这种孤独的人 他在学校其实是个高危险群 因为他没有同财 没有友谊 然后这种人毕业以后 可能有一份工作 但是他可能没有 可能也不结婚 也不谈恋爱 然后也没有朋友 这种人你知道 你要是注意看那种 那种出来开枪杀人 通常都是这种 对不对 就是被社会遗忘的人 所以要有能力跟人家连结 也是很重要的 那种能力是要从小要培养的 小孩害羞没有关系 就是说你的孩子 个性比较内向 说那完蛋了 我还是很内向 是不是以后我的孩子 就变成孤独者 不是 就是说 当然我们这个社交的技巧 要培养 可是他要能够跟人有连结 有连结这个很重要 特别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求救 比如说 美剑 如果说今天我被lay off 我今天被我的工作单位 就之前 我年纪在一把了60岁 我怎么办 那我们可能有连结 朋友就说 那你会什么 哪一个公司 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工作 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我最近看到很多朋友 就是在pandemic 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 很多人就是被资钱 可是呢 因为你知道 我们做到这个年纪 也很有经验了 有的人都会透过朋友介绍 可能就去做顾问 那有人就说 我公司刚好有个缺 你来试试看 所以有的人 他就可以 就转职了 所以就 你知道真的是 出外靠朋友 那我也不是说 我们家都要交酒肉朋友 大家吃喝完了 人生当中 总是要几个知心的朋友 然后这些知心的朋友 特别在你困难的过程里面 跟你相互扶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所以与人连结很重要 那再来 怎么样跟人家与人连结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讲说 你要服务人群 你不要只想到自己 像我小孩 在念小学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因为他们小学放学以后 老师要把椅子放到桌上 方便那个打扫的人员 进来扫教室 那我就跟我的小孩讲说 你每天要放学之前 大家起来了以后 你就帮老师把椅子放到桌上 你多放一张 老师就少放一张 对不对 那后来他长大以后 去念高中 他们常常都会有音乐的表演 那你知道有时候表演 到晚上都九点十点 很晚了 那那个 那个 那个 交响乐的老师 就Ogust教的老师 就会 他会安排 就是 大概可能一整团嘛 然后都会有当职的同学 就是说 今天假设有五个人 轮值 这五个人要留下来 帮忙把这个舞台恢复原状啊 就是把它都弄好这样子 我的小孩那时候 不管他有没有轮值 我都会跟他讲说 我们不缺那十分钟 好 你留下来帮忙 然后把这个场地弄好 这样老师就可以早一点回家 因为老师其实比你更辛苦 因为他教书 他要 他一家里都有压力嘛 那小孩就是去玩一玩玩一玩的 那 我就说你就要帮 就是帮他弄完 然后再回家的 那因为你知道 小孩透过这样子的学习以后 他做事情其实就会有条理 而且他跟别人一起做事 他就会有友谊 这样子我们就讲回来 就会跟别人有联系 有连结 那因为你知道你是服务别人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你的能力 而且能力其实不是每个人就是 也许有人很天才啦 天生下来就很有能力 但是有的人是可以培养的 我就觉得我的孩子是 是可以培养的 比如说 我老二现在就是学那个听力诊断 然后呢 他在佩奥兰实习 那他们最近那个听力 助听器有出了一个新款的东西 可是他那个中心就还没有用到 可是他就因为是新的嘛 他就很想学 学说新的跟旧的有什么不一样 后来他就自己打电话 就找我们医疗中心 医疗中心毕竟更先进 他就打了几个单位 就说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用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方便我去见习 然后呢 你知道就有人就很好心了 这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心的人 所以有一个单位呢 就说有有 我们现在有在用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来见习 所以呢 他就 比如说他是早上九点上班 他可能早上七点 他就开车去那个单位去学 然后跟这个老板讲一下 说我一点进去 我一点下班这样子 然后他就去 就学到了新的东西 他也不要付钱 那学完了以后 那个单位的人就认识他嘛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跟这个人有做事过 我知道这个人的能力不错 个性不错 我们就很想要顾他嘛 结果呢 这个单位就说 我们现在是没有开缺 不过我们另一个单位 在另一个地点 他有缺 我们介绍你去 那你知道在找工作 这种透过人家介绍 会比我们这种乱枪打鸟要有用 那是当然 对 我们就说 为什么要跟人家连结 因为你知道这种能力就是要 从小要去培养 你说因为我有看过这样的学生 就是他就坐在那边说 我就没有机会学 那就算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知道 能力就是要从小培养 然后要对听众朋友 你的孩子如果 还在中小学 你知道你要训练他 多做服务社会的工作 他将来去念大学 甚至于他在专业的时候 你知道在美国 他们在比如像我女儿申请医学院的时候 他们很注重这一块 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去服务人群 你就是要牺牲 我觉得 我觉得以前我们都说 至少我们全学莫管他人 瓦方双 也是有这种人 但是那种人 其实如果被定义比较自私的话 人家比较不喜欢跟他在一起 因为都要让我平衡 你让我傻瓜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必然的 对 所以这是 这是另外一个 再来呢 就是要有能力去处理压力 面对压力的时候 不会惊慌失措 其实他们发现适度的压力 对我们的生活不是坏事 它就会让我们不断的精进 就是让我们会想说 不要坐在那边 乐于安逸 就不怕我们的忧患 要有忧患意识 所以有压力没有关系 就知道说 反正事情到了 我们就面对 想办法把它解决 再来就是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不怕压力 但是有能力掌控状况 掌控不是说 你一定是要控制狂 然后就控制别人 不是 你说你要 你带回来就讲 你要有自信心 说那既然被 之前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也不是我的错 因为公司政策 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他们造成 造成那个损失 所以他就发现别人 去平衡他的收支 今天公司把我之前 是他最大的错误 有的时候其实你找工作 找找找找 我发现在美国 你要是在一个公司待久了 其实没有什么出息 不是出息 因为他加薪的速度 其实是比较慢的 可是你跳来跳去 有时候那个加薪的速度会快很多 所以呢 你就没有关系 反正有时候他还会有 这个值典费 你还可以玩一两个月 就看公司的福利 但是你可以再继续找 然后或者说 像你在想说 那最近这个领域里面呢 他们大部分用什么样的 新的软体或什么 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做数据分析 然后我就很爱去看 我都发现说 最近很多人在用Python的这个软体 这个在做数据的处理 然后我就想说 我叫Python 我就到YouTube上面去Google 就看就有人 就有人这样子还不错 就介绍 我就上去看Python 然后他就用一个小时介绍说 这个Python是到底是什么鬼 这样子 然后我看一看 因为我以前有用过不同的语言去处理 然后我看了以后就觉得 其实也没有很困难 就是你那个逻辑懂了 然后你要到他的模式去写 就会了 那如果说像你就觉得 你就看到现在很多工作都要这个语言 你不会 那没有关系呢 你就上YouTube上去学学 他有很多教学的 学了以后你的履历就会多了一个 说我会这个语言 是 我搞不好就让你找到另外一个工作 所以要有能力去掌控状况 不要怕失败 也不要怕说 突然不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事情发生了 人生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现在的一大关卡 十年后再回头过来看说 还好他把我资钱了 所以我后来又跳到另外一个公司 这个也包括谈恋爱 听到我们要说我离开的话 这个人就表示不是了 就不要了 免得说跟他结婚十年下来 还要离婚到时候一场空 所以其实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他的原因 我们都说 it has a reason for your life 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 我看我们时间快到了 我们就不要再想下去了 不过我们倒是 刚才收到一位听众的简讯 他在问他说 这个要有任性 他想 他说下次可不可以请 就是 请新卉人来谈一下 这个人家说 这小孩神经大条 大条没有关系 他说这是不是代表 他的任性 他对于处逆境 处问题的 面对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 不见得 我觉得 我常常就说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意思呢 当有的事情 是我们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怕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孩子神经大条没有关系 也许他就是个比较热天派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能力是可以培养的 OK 就不要钻牛角尖 你宁可你的孩子 不要钻牛角尖 钻牛角尖那种小孩子 你倒是要比较担心 OK 好 我亲爱的朋友 你得了大奖 所以不要担心 谢谢林熙慧 林教授 今天带给大家的大手 签小手 是的 下一回继续和林教授 空中再聊 谢谢熙慧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